我是在地的里長 廣時跟博愛 我們講到這邊 有人會誤解 好像大家都在反對社會復宅 這個是社會復發局的責任 沒有解釋清楚 我們廣時跟福德賓宅 我們跟他相處了五十年 那我們是非常有愛心的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在廣時的開發案裡面 它有提供了老人住宅 腸道跟身上有接近六百戶 那接近六百戶 它經過幾年的溝通 我們也尊重 也接受 那你這樣有追溯 為什麼市政府 比那個開發公司還不符 也不充分溝通 因為1月10號的座民會講得不清不楚 那個層級連副機長以上都沒有來 我們帶回去研究 再來就是說 你市政府本身有講說 101年它顯定七處為公營住宅 那你的決策怎麼這麼粗糙呢 廣時沒有破險入列 突然一氣之間就變更了 那台北市交給這種人來做決策 是很危險的 突然在個大轉變 也沒有溝通 也不尊重民意 再來 我再問了一師說 副市長 你要替那個好市長 不要讓他講話不算話 好市長在99年12月12號 中山寶慶川講過這段話 在公營住宅說明會中 大家不同意 我絕對不會幹 將加成與居民溝通 你看到現在這麼多的居民反對 副市長你可以治好市長也不易嗎 我們問一下好市長你講話算不算話呢 這個講話不算話的話 他還可以繼續領導台北市政府嗎 另外的是說 你那個規避環評 開發公司有市場的權益 完全的溝通 一個市政府還比那個開發公司還不如 另外我們的決定就是說 各位學者專家 你們也是希望是低密度開發 秉持著你們的專業跟良知 為什麼要請勿通過本案 第一個他已經違背了都市再生精神 都市再生精神的公共設施也不夠 周邊道路也不夠 這個老人常常有六百戶 強制的多增加了一千五百戶 請都市委員的專家 秉持你們追命不足開發 第二個程序面 市長你講話是不是 講話算話不算話 第二個程序不合格 就是怕他在大公司 市政府的公信力在哪裡 第三個他又不充分溝通 最後還有對這個當地的居民 非常地輕忽 仁愛路地保附近的團隊 他們那個潛力比較大 他就搓腿 所以請勿 秉持你們良知 你要通過 再到現場去參觀 我們在地里長 各位充分報告 謝謝 謝謝 我們下面請 標22號的遊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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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